量仔 学会这五个台球小技巧 从此技术不得了 技巧一 反作用力 遇到重球形 一般量仔会选择小力轻推 防守一杆 如果想进攻 那么可以瞄准目标球的薄边 利用扣边球的反作用力 就可以将目标球打进 技巧二 卡进球点 遇到重球形 摆自由球时 这样放白球 击打时容易失误 可以放在目标球后面 留一毫米左右 然后杆头朝60度方向击打 进球率高而且不犯规 技巧三 扎杆打法 白球与目标球距离较近 直接打杆头容易和白球 产生连击造成犯规 如果出杆短小力打的话 传给目标球的力不够 球进不了 可以抬高手架和后手 打在中低杆的位置 不容易连击而且进球率高 技巧四 选球顺序 遇到重球形 先打带口球的话 打第二颗球时 难度会比较大容易失误 那么可以选择将难度球 传进带口球 这样的话 难度球就变带口球了 连杆率高 技巧五 力量控制 遇到重球形 夹贴球防守一杆 但在紧张的状态下 力量较难控制 容易防守失误 那么可以选择将手架往前移 靠近白球 限制回杆距离 这样力量就在可控范围内了 量仔 直不相瞒 想要个赞 下课 我看过来 我看过来 感谢观看